1.2.3 我們還過一陣子才能來拿 我們現在正在接異國怪客的自限任務 1.2.3 我 通常尿尿都會尿在樹旁邊 好 我們找到鑰匙了齁 應該不會是拿剩槍的人吧 長久以來路口一直被鎖在水室裡面 這樣也會來客 而這斗篷跟皮固的裝扮 會以他人所說的硬模一樣 看來這是我們要找的那位鄉中大漢的 這位兄台 抱歉我們上次來此打擾你的親戚 看來閣下來自遠方的異國 在下並不知道你的身份來歷 也無疑隱隱為敵 只是為了在碼頭發生的事而來 當時在碼頭親眼目睹閣下的機會差異 後來都因為奇異的怪病所苦 想必這個與閣下突不了關係 還請閣下高牌貴手 解除他們身上的協作吧 不是 不是不是聖槍的 還是反聖槍的那邊 許多 我多在此就是為了不然聖人靠近 魔槍已經饑餓了很久 既然又不知道巴羅爾卒作的可怕 就播出盡量魔眼死者的代價 成為現成的祭品吧 我的我的兵器已經饑渴難耐了 巴羅爾是凱爾特神話 跟古倫德那邊的 祭域有關係嗎 既然如此 那我們正好得罪 魔眼死者 他招式有什麼好了 我們先防禦 然後我再快把他打死 好強喔 反正就是都是 哦不一樣的地方 他是不會放刀子的 不然我要一起必殺你哦 他真的不放刀子耶 神話天我耶看一下 有兇嗎我給他 很痛耶 不信我生子菌一刀他就快快了 你看一七一刀耶 一七一刀耶 他真的不放刀子耶 你看 這邊都一千刀 王公傑都能贏了你知道嗎 靠主角跟 你看靠主角跟 跟合桑枝就夠了啊 啊真的假的有第二次哦 你給我爆雷 有第二次哦 我是不是被你爆雷了 啊這次還好 我們只想看少事 換角色了 換角色了 那我現在放在地獄之陣 那我現在放在地獄之陣 是我這一劍 直接封死路 欸這不是撥風槍嗎 那我搞不好啊 那我搞不好啊 好了不敢不敢 沒有錢 你們居然能承受 飢餓的魔槍與魔眼的力量 中途的戰士們 我對你們的勇氣 與武藝 是長最高的敬意 只要像你們這樣的勇者 才能解除我的詛咒 哈哈 因你會看在同為五人的份上 錄一筆之力 因為我覺得這樣配好像比較好笑 讓我來放下長久以來的動彈 結束著血性的飄 結束著血性的飄賠 等一下 啊什麼時候又說 就請我幫忙了 奇怪 打不贏就加入哦 說來懺愧 閣下說的這些在下一點都不同 不過我們就是為了解除詛咒而來 自然是十分願意幫忙 還請閣下先將事情的石墨 說個清楚吧 等一下他是誇號欸 那誇號他是有講話嗎 那是個很長的故事 而魔力敢法印 敢法印之力所真無幾 我很快就會失去這形體 再次變成詛咒所支配的黑屋 所以就成貨短數吧 哦 所以他變成黑屋是因為 那個力量消失了 我來自於遙遠的愛玲的武士 愛玲 否則守護整體魔強 不為邪惡的佛魔而主所躲 恩 邪惡的 你都叫魔眼死者 你跟我說對方邪惡 誰太神信啊 然而我為佛 佛魔而的首領巴魯而所敗 下了魔影的詛咒 哦 你是被下詛咒的那一方哦 為了不讓魔槍落入他手 我被我遠以故鄉 早上前往異國尋找非凡的勇士 也如獨鬥的流浪之旅 行過狂野與森林 墨於雪山 只躺在床上裡越過大海 雖然在情緒或靈魂與其體的惡毒詛咒 一再阻撓 在途中 他許多無辜之人捲入這件事而不幸喪命 嗯 差點主角也要因為你的喪命 但我終於來到這個洞房 找到了祭司所說的非凡有之 你一定能幫助我結束這邪性的壽命 魔槍與魔眼的詛咒 在他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故事 你經歷了萬難 來到這裡 這汗人無數的詛咒又如此可怕 我們當然樂意祝你一臂之地 不過 該怎麼做才好 唯一能播出詛咒的就是 不會失望的勇氣 你們每一次打敗拿著魔槍的我 就能削弱一份詛咒的力量 邪而關於尋找無人的曠野躲藏 但我 會讓他露出刑警 在每一個充滿喧囂之處 尋找最陰暗的角落 在那裡小心聆聽魔槍的偶換 就能循著他找到我的蠢的素材 切切狡猾的邪惡不會久留 也要給他逃離的機會 魔槍的征服者 該是我離開的時候 平常與凡人聚集之處的結案中 仔細聆聽我的呼喚 我等著你們來找我 小心你們不會讓我失望的 等等 這番話像美語一樣令人費解 這下不明白其中含義 能否說個更清楚些 也就是說這邊的支線劇情還挺長的 這邊支線做的那麼豐富 我認為要不讓我失望的 是要讓他失望的 說不定是不足 他不得不得到 有的手槍 按照他來自遙遠的異國 為了不讓魔槍落入邪惡之醜 特地前來東方尋找 非凡的勇士 幫他幫助他解開魔影的主作 而我们似乎只好能搬上他的忙 男姐姐与小新辈说的是 既然足够的资源已经远离 看一门的异状应该也会跟着消失 他是完成离关城所拖 我们赶快去通知他的好消息吧 1800经验值 OK 这个 这个之后不知道买不买得到了 但是这样是任务得到了 这是束 看 看什么 看法术的 轩大哥 你们来了 灵宿姑娘托我转交给你的东西都在这里 多谢眼镜妹子 我出去马上瞧瞧 咱们itors 这次行 转发好 演出 是 在哪里 在哪里 他可能会让他离开 这次的 最后我的灵宿 是 是 中文字幕——YK 沈大哥 凌肃姑娘怎么说 燕君妹子 我可以麻烦你一件事吗 如果是沈大哥拜托的事情 别说一件 就算是一百件 一千件 我也会二话不说就答应的 我想麻烦燕君妹子 帮我继续照顾东兄 沈大哥放心 这阵子我一直在是各种解毒的药方 不过沈大哥会这样拖我 莫非是要离开杭州城了 聪明如燕君妹子 果然一猜就中 也就是说 咱们以后又不容易见到面了 多谢一君妹子 你也要多保重 沈大哥 有空要记得常回来找我 真大哥 有空要记得常回来找我 这位小哥 容在下打听一下 城门前面的官兵是在盘查什么 听官府说 最近疑似有奸细潜入海洋城 这里可是海洋军的所在 长久以来一直是军机要地 因此之君下令盘查进出人等的身份 对外地人尤其严格 所以若你们没什么事飞进海洋城不可 劝你们还是先打消这个主意 以免麻烦缠身 小哥说得是 真是多谢你了 不客气 祝你们好运 没想到会遇上这种不凑巧的事 尊驾一行 看来并非寻常人等 请容本官打扰片刻 确实回答你们的身份与来意 你是 殿前龙卫左相二军的使权 莫非是何副指挥使 哎呀 真的是你 这说来话长 有机会的话 咱们再续个旧好好聊聊 副指挥使 请听属下说明此事来由 原来你高声周都坚之旨 那真是恭喜了 哎呀 自己人呐 自己人呐 我以前也是助官的 我们通融通融呐 副指挥使向来一言九鼎 请原谅属下多心了 哎呀哎呀 有话好说啊 我们都认识吗 哎呀你就让我过去吧 不是不是我们这些不是弃丹 也不是撩人啊 你放心你放心 我以我家祖宗十八代发誓 绝对不会做出背叛背叛 背叛 背叛祖上的事情啊 就让我过去吧 这没问题 我会帮你留意的 多谢副指挥使 想必以后 你们还得经常进出汗阳城 为了方便起见 属下这块判官体令 就先给您带着吧 哎呀你看看 有交情好说话 直接给我令牌了 完全不符规定 如此甚好 多谢 属下稍后 会去城里的通区客栈 吩咐一间上房 您与朋友在汉阳城停留时 由属下来负责打点住宿 我们又有免钱的客栈 可以住了 刚刚刚说到一个重点 他说何三次都没有变 想不到何大叔的面子这么大 不论在杭州还是汉阳 都有大官这样对你毕恭毕敬的 只是一些 当年留下的救援罢了 无需大惊小怪 多谢何大哥 咱们这就先进城巧笑吧 姐 把我的莲花我尼苏还来 可是娘特别留给我的 小气鬼 我也不过就多吃了一块 了不起 回头我跟娘说去 要她再去金华轩买不就好了 金华轩的莲花酥又不便宜 娘哪可能说买就买 不管了 把我的莲花酥还来 小妹子 小兄弟 抱歉打扰一下 你们刚刚说的 是汉阳的糕饼铺 金华轩吧 那里 现在还在经营 生意如何 还在经营啊 不过 生意好像没以前那么好 然后爹妈聊天师曾说 听说 白家大少爷交友不慎 本人骗了钱 把店拿来抵押 说不定 以后就没了 有这种事 是谁骗了白家公子的钱 大叔 你别吓我嘛 这又不是我们的错 是啊 你这么凶 我知道也不告诉你 真抱歉 是我一时失态了 多谢你们告诉我这些 何大哥 似乎十分关切着金华轩的事情 莫非白大少爷一家 是你的旧事 金华轩白家 是我大嫂的娘家 原来如此 想来何大哥 应该对汉阳很熟 何大叔 我觉得你好像并不太想回去看看 抱歉何大叔 都怪我多嘴 我不该多问的 不要紧 神兄弟说得对 我是该回去看看 何大哥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我们都会尽力帮忙的 我才没有特别想吃糕点呢 金华轩在汉阳城西南的大街上 很容易就可以找到 那我们这就去吧 不然姚妹的口水都要滴下来了 连蓝姐姐都来笑人家 我不管了啦 走开 你这个贪吃的小贼 又想来偷糕饼吃了吗 吝啬的臭老太婆 不要他看不起人 要不是你们的糕饼真的好吃 我才懒得想尽办法来偷吃 而且这么多糕饼堆积如山 再我吃一两个有什么关系啊 这厚脸皮的嚣张小贼 偷吃也好意思敢找借口吗 没钱买糕饼 就不要来咱们店前面乱货 这位大嫂请息怒 不知这位小妹子做错了什么 凡事可以好好商量 爸可以不用这样大声怒骂 还能有什么 这小贼连续一个多月 每天来偷吃糕饼 夫人心肠好不与他计较 他就当作是理所当然了 但我担心店里的商机 可不能让他这样随便 两位就别为这些小钱生气了 这样好了 今天就让这位小妹子吃个过瘾 加上之前她没付账的份 这笔钱 有在价来出 就当作请他客便是 这位小哥 你人真好 老太婆 听到了没 给我两个莲花杏桃酥 一个桂花云片糕 一包蜜翠雪片糕 快点 算你遇得好心人 拿去 这位小哥 多谢你愿意请我客 虽然你说要让我吃个过瘾 但我只拿了这些 不好意思吧 对了 我叫做点猪 小哥你呢 那我就叫你点猪小妹子吧 在下申子郡 请多指教 多谢申大哥 我这酒就好好吃一顿了 咱们后会有期了 那个叫点猪的小妹子 掉了这个金灵道 下次遇到她 谁再还给她吧 我母 您憔悴了好多 你是何家二公子 树枝吗 这些年来 辛苦伯母了 都怪我 没经常回来 树枝 这是我们白家 自己家孕不尽 怎么能怪你呢 我会的 你连这件事都知道了 这是真的 我母亲别担心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树枝 我可不希望 你为了白家而惹上麻烦 白夫人 这件事 在下刚刚在一旁 大致听了分明 多谢少侠 听你这么说 我就安心多了 欢迎迎诸位来到汉阳 树枝的朋友 就是我们白家的贵客 沈少侠 你看来年纪不大 思虑处事 却十分冷静老成啊 是以老身 有个不情之情 还请沈少侠答应 白老夫人请说 只要是在下做得到的 定记礼而为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关于这次的契约之事 我生怕他 又会按捺不住脾气 对那胡天德 做出什么 不可收拾的事情来 白老夫人 何大哥平时稳重的解 绝非一起用事之人 既然如此 我们待会儿就上门 去找那胡天德谈谈 不知道平常人都在哪里 胡天德平常甚居简出 偶尔获取他经营的 胡迹智库 你们啊 可以去那里碰运气 或是找殿里的 粘掌时问问看 请夫人放心 这件事就交给我们吧 沈少侠 从胡天德那里 拿回契约的事 就拜托你了 不是 我们不在家 去吧 哪里 都不在家 在那里 人 有点 嘘 我 是 小個子 你和你的朋友們是來早餐的嗎 你們可知道在這裡的胡記直庫會有什麼下場 你認得這個令牌吧 我們是受了實現實彈的委託 過命調查胡記直庫 待放高麗坑害本身善良百姓的惡性 這十般現場扣押的政務 我們先把援主保管 除此之外向金華軒白家打公子 何詐所得的契約 你趕快給我一併叫出來 否則我是猜著這家破爛之庫 把你們全部打進漢陽俊的大牢裡面 前面發佩 哼 我還以為你們是單純來生死的無賴 原來是為了官府委託當作名義 使者為了白家的契約而來 但我沒見過世面 你以為靠這個鐵令就能嚇唬人嗎 那契約可是白家大公子自己心甘其願 化壓千字 畢業宴相當首規首局的做生意 卻被你們無憑無懼的亂家罪名 還擅自以下獄作為威脅 值得難權行事的惡劣行徑 若是被我們 以無故老迷為由 上告到資君大人那裡 你們的死權死大人雖然貴為周 周都監 你未必就不會有事 嘿嘿 卻你們還是別場這攤渾水吧 你 多謝詹展示 尚且提醒 我們這回的確是準備不周 也在蒐集各種人證物證 你好功文壯子 帶上兩列官兵 然後在熱熱鬧鬧的正式登本拜訪開始 至於剛剛那個死盤 不論到底有沒有價值 既然物主離開前 已經開口相鎮 我們就當作政務帶回去 你無權要求我們交還 這才這樣說 沒錯 臭小子 你們是鐵的心 要和我們對上呢 很好 那就走著瞧吧 呃真展示不然有人托我把這封信交給你 哼 是誰在這個時候送信過來 什麼 竟然會有這種事 這下該如何是好 那張展示臉是如此凝重 卻不知發生什麼事 那張展示願意見告 即使剛才有些爭執 你們依然樂意幫忙 既然事情都這樣 告訴你們也無法 這是封勒索勒索性 對方聲稱胡天的胡老爺在他們手中 能不趕快把他們要的東西送去 老爺就會沒命 這封信在這個時候送來 實際也太過巧 要和你們身上帶著判官鐵定 不至於耍這種手段 反正會認定這封信是你們安排的詭計 我們要取回契約 你會用正納方便的方式 這種魯人勒索 蘇信威脅的下列手段 可不能像白交交代 不過這封信的內容當真屬實 亦或是只是空人恐嚇 那信裡會有一個劫角 一劫的意義角 也就像是老爺平常穿的外袍 老爺之前也交代過 要出城幾天復會老友 並且致敬未歸 不論這信是真是假 我都不能拿老爺的性命開玩笑 話說回來 真正麻煩其實是對方要的東西 但是老爺特別珍藏之物 因為他自己知道藏哪裡 就算要依對方之前交出 也不知上哪找 這麼說來 眼下最有一個方法 由我們裝成 帶著東西前去復約 在世紀出手救了 對方有指定在哪裡交東西嗎 但信中說約在漢陽北方十里處理出林子 以往在樹枝上的兩條白布為記 從那裡再往前走 他們會在樹下等著我們拿東西換人 如果我們又可以幫忙 勞力的性命全靠你 如果你們能平安救他回來 記約什麼的 僅可之後再商量 哎 跟他忘報之處 還請見諒 不知少俠你如何稱呼 哼 在下生子俊 將沾長至 言而有幸 我們必定會盡全力 保住他們平安無事 沈少俠 深少俠 但是有料令門啊 深少俠 救回胡老闆一室 就全靠您了 要是他有了什麼萬億 小的之後 就不知怎麼辦 好 就在這裡 看來就是這裡了 對方應該就在前面 總算來了 彤彤 怎麼是你們 真意外會在這裡看到熟師的臉孔 高峰 看來 我們還真是有緣呢 原來胡老闆 就是被你綁架的呀 不知死活的小逆子 我就是因為當日之池 這些日子以來 四處找方法 提升自己的修為 既然如此 那就沒什麼好說了 高峰 咱們手下見真章吧 就讓你們瞧瞧 我這一陣子 努力修煉的成果吧 剛那個酌性的音樂 你不知道我有狂魔大法嗎 給他也面子啊 不要那麼快放 好這個就是敵方的防禦很高 可以用這一招 三十幾等 太多了 太多了 好 當我演一招式沒放就被我幹掉了 我會死啊 還沒還沒 太快了 給他也有機會啊 快點哦 很大法 都給你機會了 你還是 不好好把握 一均勻 並無大礙 太多了 那麼可惡 我就沒辦法了 不得了 一均勻 自從 無大礙 壓力不得了 大愛 提 就搞了半天胡听的这个好了呢 这个是我们做过一次局限了吧 终于拿到穷阳剑 37階 ok 损伤其增援 工作整机可以到3 应该是不行的 应该就这样吧 这把我记得 这应该不是最强的武器 哦攻击力下降啊 但是守员加蛮多的守员是干嘛的 好就这样子先这样 姚森娘 姚森娘 是这样啊 那位胡老板原来怀着这样的心思 其实这样也好 甚至经此一事之后身自反省 他决定啊不再过问家里的生意 打算去京城求学考取功名 这样就太好了 这件事总算是圆满解决了 沈兄弟 我自己心中太过在意 除了这件事时多所失态 所幸有你在旁旁往云场 事情才没有被我的冲动搞砸 没经过这件事 还不知道何大叔也是个心热之人呢 姚妹刚刚才把金华炫的明糕点都尝了一遍 现在又想上馆子大块妥移 莫非肚子又饿了 沈大哥 人家只是吃多了甜的 想换一下口味 听老夫人说 汉阳也有很多名菜 所以想尝尝看嘛 沈兄弟 城北百涛区的菜肴一向远近吃名 既然姚妹这么说 你不妨带大伙去那里好好吃一顿 侯大哥 听你言中之意 莫非是不想与我们一起去吗 嗯 我想先与伯母去大嫂的坟前祭拜 那还用说吗 我很高兴你终于想开了 既然如此 我们就不打扰何大哥怀旧了 时间很够 你们尽管在百涛区慢慢享用 相信那里的菜 会让姚妹子很满意的 何大哥 那么 咱们回头见 是 沈少侠 感谢你帮我们金华轩这个大忙 如果想坐下来喝茶吃块糕饼 郑嫂随时欢迎 我可以帮你帮他 谢谢你 谢谢你 他在家里面 他在家里面 我可以帮他 小典子 我可以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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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大哥没说错 这里的每道菜都好好吃 姚妹不用着急 我们又不赶时间 你尽管细嚼慢咽 慢慢品尝 生大哥还敢说 你和蓝姐姐 小前辈也要多吃点啊 真是抱歉 我只顾着看姚妹子吃的香甜 结果自己都忘记动筷子了 这个装扮 有点像某个人哦 小妹子 反正这么多菜我们也吃不完 若你不建议的话 不妨坐下来和我们一起享用 就当做是我们请客 如何 这 这什么好意思 小妹子 你肚子饿了吗 别客气 多谢你们 我吃饱了 多谢你们 我吃饱了 莫非是 有人带着你 偷偷从家里溜了出来 被姐姐一眼就看出来了 小妹子 这样随便跟着别人乱跑是不行的 哎呀 这被哪个师兄带走啊 哎呀 这被哪个师兄带走啊 正确的名字是封寧生吧 他原本是打算一个人来 是我硬要跟他来 我叫做封寧萱 但我来和杨诚的是三师兄 不过这事不能怪他 他原本是打算自己一个人来 所以我硬要跟他来的 等一下哦 这个时候 莫连生已经加入 天药派了 死定点是还生结之前吗 还生结之前 几岁啊 我不知道 应该是黄古生啊 天药派啊 白姐姐 真对不起 三师兄交代过我 在外不能随便说出自己的门牌失诚 三师兄说 他要去找亲戚商量借助事宜 要我先到龟山山路的凉亭那里等他 可是我在那里等了三天 他都一直没有回来 多谢你这番好意 多谢你这番好意 那我们女生妹子 如此坚持我们就不多事了 不过你在等到三师兄回来之前 可有什么打算 像前几天那样在外面 参风啰唆的总是不好 人学妹子不介意的话 我们可以安排你到熟人那里借助 在那里的时速都不成问题 你可以安心地等三师兄回来 沈大哥 你打算安排他借助在白夫人那里吗 嗯 虽然这件事还得问过白老夫人 不过女生妹子这么讨人喜欢 我猜他一定会答应的 我猜他一定会答应的 那那就麻烦你们了 既然你学妹子是答应的 那咱们就就走吧 太好了 那么他就麻烦白老夫人了 老夫人请慢走 何大哥看起来脸色有些凝重 莫非是心情不好吗 并非如此 辽国奸细 莫非又是庞昌他们那一批人 沈大哥似乎一直去挂着那个白发女子 姚妹误会了 我只是感觉 似乎与她有某种渊源 何大哥 史大人那边于此有什么安排吗 史权说 入夜后会在城内四处安排探子守候 我要他先撤了黄鹤楼的守卫 顾氏松懈 嗯 这样很好 怕一般冠兵阻拦只会增加无畏的死伤 就医生兄弟说的吧 何大哥无需多些 我有预感 一切会顺利解决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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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